不久前一名大四学生交通违章之后呢 拒绝接受民警的检查 这名学生做出的举动令人震惊 我只想让他吓了 我踩了三次 我说你别拽着 我也看他出事 张汉中央戏剧学院大四的学生 今年七月份张汉就要大学毕业了 眼看着马上就要大展宏图的时候 一次交通违章 却让他的人生轨道拐了一个大弯 张汉围章的地点是在二环路建国门桥下 转向长安街方向的岔路程 司机在通过这一地段时 应该在建国门桥北面提前运行 很多司机都是因为忽视了这个问题造成了围章 但是与这些司机不同的是 张汉无不明显的阻拦 强行驾车离开 我从这个位置 盘桥上到主路走到长安街 等于是一个环道刚到长安街上 我就把车停向下 我把他手甩开了 我就开车走了 事后执法的交警因为手臂骨折被奉献了医院 据民警介绍 事发时车流量很大 张汉的车脱带民警有一百多年 在这一过程中 很容易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有可能情绪比较激动吧 有可能下一次的反应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我刚把车开过来之后 我对历史道路说 别把事情闹到大 在这次这演讲中 很多市民体现了咱们北京人的良好素质 他们是在车后20米范围之内 有四五辆社会车辆 并排着 把车穿起来了 让车后20米行政正攻 并且及时提供报警 并且给公安机关 及时堵截 造出车辆 提供了有利失际 原本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违章事件 但是由于张汉的不冷静 使得事情的性质发生了转变 这名即将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 还没来得及在事业上大展拳脚 就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剧烈 如果群众对民警的处罚或行为不满意 可以直接向警务督察举报 或提起行政复议 最后可以诉到法院 但是用暴力手段对抗执法事情的性质就严重